各位朋友大家好 现在中国大陆那边经济状况是非常的糟糕 可以说是自从他们改革开放以来 现在是最糟糕的一个阶段 今年二月份的时候 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变 过去几年一直是慢慢的往下滑 从二月份开始 现在已经转变成为急速的跌落 中国经济过去有所谓的三驾马车之说 就是投资外贸消费 大约各占中国GDP的三分之一 那么今年二月份 这三个方面的经济数据 已经全面的走低了 跟去年二月份相比 企业的利润下降了百分之十四点几 房地产的销量下降了百分之三十几 相当大的跌幅 像过去那样搞那个加大投资力度 然后来促进GDP增长的这种空间 现在已经没有了 投资这架马车现在已经拉不动了 那么外贸方面呢 那就更吓人了 贸易顺差跌了百分之八十七 美国对中国这个贸易战的后果现在正式开始显现出来了 中国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像西方国家大肆的倾销廉价商品了 外贸这架马车现在也已经拉不动了 那么人民的消费呢现在也在下降 比如说汽车和手机的销量下降了百分之十九 全国零售总额的销量下降了百分之二十 第三架马车现在也翻车了 中国农业银行有个首席经济学家叫向松作 他披露说体制内高层经济学家估算 2018年实际GDP增长啊最多只有百分之一点六 要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 实际上就已经是负增长了 那么2019年呢会更加这个糟糕 2019年呢是中国经济啊断崖式下跌的一年 是中国经济崩溃的一年 很多国家的这些政治领导人啊 他们都掌握了这一点都是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他们很理智的要在经济上跟中国啊保持距离要切割 比如说啊马来西亚他曾经接受中国的投资 要建两条高铁 去年呢马哈蒂尔上台之后 马上就叫停了这个项目 巴基斯坦呢是中共过去长期的盟友 但是巴基斯坦政府啊也叫停了中巴经济区这个建设项目 甚至是啊有些非洲穷国的这些首脑啊 这些这个政治人物他们都在抱怨说 中共啊现在要掠夺他们的资源 控制他们的这个政治啊 要跟中共啊一定要脱离脱离关系 我相信现在在全世界的这些政治人物当中 想跟中共靠近的啊 想靠中国大陆来整性经济的 恐怕除了台湾的亲中派之外 你就再也找不到几个人了 寥寥无几啊 台湾的亲中派的这个代表人物啊 现在就是最当红的就是韩国瑜了 韩国瑜有句名言说是经济一百分 政治零分 权力以赴要拼经济 那么怎么拼经济呢 他说那就要先和中共搞好关系啊 怎么能和中共搞好关系呢 那就要先承认九二共识啊 韩国瑜说过了 不承认九二共识 怎么搞得好经济呢 他虽然不是经济学家 但是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那应当是懂得一些经济学常识的 懂得常识的人呢 就应当知道 台湾要想拼经济 就应当去找那些经济发展稳定的 制度完善的那些国家去合作 到他们那里去找 投资 找资源 找技术 找市场 在这个世界上啊 这样的国家 这样地区多的是啊 经济发达的 你像这个美国 加拿大 日本 韩国 还有欧洲 还有正在发展中的那些国家 比如说都像东南亚 即使是不考虑国家安全的问题 仅仅从经济角度来看 跟那些国家合作 发展经济啊 也要比跟中国大陆啊 绑在一起要好得多啊 那些国家的资本更多啊 那些国家资源更多啊 那些国家这个市场潜力也更大呀 而中国大陆呢 现在大陆的民间资本 现在已经被限制了 不准对外投资了 那么大陆的消费市场 现在急剧的萎缩 中共现在自己 他们面临着一场大崩溃 他们自己已经是离菩萨过疆啊 自身难保 你还靠中共来振兴台湾经济 台湾经济跟中共绑在一起 一定只会跟中共啊 一起沉沦 一起崩溃 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 难道台湾的政治人物就不懂 难道韩国瑜不懂 那么这次呢 他到大陆啊 还到港澳地区去推销的是 台湾的农产品 台湾农产品呢 质量是比较好 但是呢 价格那比大陆同样的 这个农产品呢 要高出很多 从经济角度来看啊 台湾农产品 在大陆市场 港澳市场 竞争的优势 是很小的 甚至是没有的 在大陆经济下滑的情况下 消费疲软的情况下 台湾农产品的竞争力啊 那就非常的弱 那么这次 韩国瑜一次签下了 几十亿这个新台币的 销售备忘录 靠的是什么呢 靠的不是他的推销技巧 靠的是中共在政治上 对他的支持 所以说 韩国瑜这次去中港澳 做的不是经济交易 是政治交易 签的不是经济单子 而是政治单子 那么中共为什么 要支持韩国瑜呢 他们要扶持一个 他们完全信得过的人 来掌握台湾的最高权力 当台湾总统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他们可以付出任何代价 别说欠了一些没有法律 约束力的那个 备忘录了 即使是要他们拿出真金白银 我告诉大家 他们也会拿的 为什么呢 习近平过去啊 这个六年多以来啊 内政外交全盘失败 所有的方面都是零分 唯一得分的 就是在两岸关系上面 在去年的这个 九合一选举当中啊 台湾的亲中派 尤其是韩国瑜 赢得了选举 这是中共的一大胜利 台湾民主化以来 中共一直想操控台湾的选情 但是每次都不能成功 每一次啊 都起反作用 每次当猪队友 但是去年呢 他们改变了一个打法 他们用了这个网络战的打法呀 来打选战 非常成功 简单的说 他们就是把这个 他们操控的那些名嘴和统派的媒体 跟大量的这个大陆网络水军呢 结合起来 在网络上为他们支持的这些政客啊 造强大的声势啊 亲共政客一言一行 都被他们无限的放大 无限拔高 甚至是扭曲事实 甚至颠倒黑白 比如说啊 当年阿扁这个批评政府 台湾政府啊 给荣民的待遇不好 那么 韩国瑜就去对他呀 暴力相向 就对他进行暴力袭击 那经过媒体这么一扭曲啊 这故事啊 就变成了 阿扁呢 侮辱荣民 韩国瑜仗义直言了 明明是韩国瑜耍流氓 变成仗义直言了 那么 经过大陆水军这么一哄台呀 这个声势就起来了 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细节 他们都包装韩国瑜 神话韩国瑜 最后成功的 让这个韩国瑜啊 让韩流兴起 让高雄啊 就改变了颜色 现在呀 习近平认为 现在应当啊 趁胜追击 扩大战果 因为啊 他还想干一件大事 大家还记不记得 习近平去年呢 修改了宪法 要搞终身制 按照中共过去的 这个宪法和规矩啊 2022年 他是应当下台的 但是他得罪那么多的人 结下那么多的仇 他敢下台吗 下台之后 人家会放过他吗 所以说他坚决不下 一定要搞终身制 但是你要搞终身制 你就一定要 要搞出点成绩来 一定要有个伟大的功绩 没有这种伟大的功绩 你怎么能够服众呢 怎么能让军队支持你呢 怎么让全党支持你呢 你这个宝座怎么能做得稳呢 现在这个中国经济形势 谁都没办法扭转了 那一定会垮 那外交上面呢 也是到处挨打 你比如美国 川普打他们的脸 在欧洲 马克龙默克尔 经常修理他们 周边的国家 又被这个俄国 美国全部都造住了 中共一个都不敢侵略 所以说他现在呀 既搞不好内政 也这个不能够扩张领土 怎么能建功立业呢 举目示望 现在只有一个地方 可以让他建功立业的 那就是统一台湾 他自己清楚地告诉过 台湾老百姓 台湾人 统一大业 不能一代一代地拖下去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这一代 我要把你们统一了 他也清楚地说过 合同不行 那就要无统 但是我告诉大家 无论是合同还是无统 他都要有一个先决条件 那就是要有一个 中共能够完全控制的人 由这个人来掌握台湾的最高权力 成为台湾的三军总司令 因为呀 如果是中共不能够控制的人掌权了 比如说 民进党的蔡英文或者赖清德 或者是国民党的吴敦毅 朱立伦马英九 无论是谁 这些人 很长一段时间之内 他们是绝对不会接受和平统一的 不会接受马上就统一的 中共如果想武力侵犯台湾的时候 他们也一定会抵抗 而只要台湾上下一心来抵抗 那凭借台湾现在的军力 加上美国日本和其他的民主国家的支持 中共根本没有可能 武统台湾 根本没有可能占领台湾 但是如果是中共控制的人当上了台湾总统 那形势马上就不一样了 一开启战来 台湾先进的防空系统 马上就暴露在 完全暴露在中共的打击之下 台湾的制空权很快就会伤失掉 中共的军机 中共的军舰就可以铺天盖地的 大举进犯 几十万的解放军 很快就可以登陆台湾 这个时候如果美国日本和其他的欧洲国家 要想介入的话 那台湾总统说不要来 我们不同意 那些国家私处无名也不能来 所以说习近平要想统一台湾 一定要扶持一个他们能够控制的人 当上台湾的总统 这就是为什么中共要花这么大的力气 要违背市场经济 经济规律 要让大陆的国企花高价来购买台湾的农产品 他们就是用这种方法来给韩国瑜加持 让一些头脑比较简单的台湾人觉得 哇塞 这个韩国瑜拼经济有一套啊 中共就是要让你们觉得 韩国瑜不仅仅可以搞好高雄的经济 如果他当了台湾的总统 他也可以搞好台湾的经济 今后啊 中共还会有很多支持台湾 这个韩国瑜的这种举动 大家拭目以待 他们会竭尽全力来支持韩国瑜 我非常理解台湾的这个普通老百姓现在的心情 台湾过去是亚洲四小龙里面最厉害的 现在呢 其他的三小龙都比台湾经济发达 台湾经济停滞了20年 大家心里面呢 很着急 现在有个人出来喊要拼经济 不搞政治了 大家对他有一些期待 这是正常现象 但是大家一定要保持住自己的这个独立的判断力 要保持住对政治人物 所有政治人物合理的怀疑 不要参与造神 尤其是不要参与造神 那到现在为止 韩国瑜除了到中港澳签订了一些备忘录 他并没有取得很明显的经济成就啊 甚至也没有提出任何这个一套啊 这个完整的振兴高雄经济的方案呢 大家千万别再提啊 什么爱情摩天轮啊 太平岛挖石油的这些事情 那个不叫方案啊 那叫笑话 那叫噱头 这种政客 大家怎么能够完全相信他呢 同时我也想提醒大家注意啊 这种附带政治条件的订单 这只有韩国瑜才能从中共那里拿得到 这种订单不能够保证高雄的经济发展 更准确的说 这是接来之实 就像中共说的 这个 台湾人 你们来来来 你们现在选出一个啊 承认九二共识的啊 听话的 我给你们一口饭吃 如果下一次你们选出来的人 不承认九二共识不听话 那我就不给你们饭吃了 难道台湾人 现在真是穷到这样的地步了 难道台湾人 为了面包 可以不顾尊严呢吗 在我这个大陆人看来啊 台湾人现在啊 既有自由也有面包 世界上啊 这个数一数二的保健健保系统就在台湾啊 台湾有完整的社会保障系统 台湾人的这个国民所得啊 按照购买力来说 跟那些发达国家那不相上下 只是啊 跟四小龙其他三个比起来啊 台湾过去二十年 确实发展的不够快 台湾人这个面包上面的黄油啊 涂得不够厚 那我在这里啊 就向台湾的朋友提一个问题 难道你们为了在面包上多涂点黄油 就甘愿冒失去自由的风险吗 有些人可能会问说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中共可以控制韩国瑜呢 我呢 今后会找一个适当的时机来详细的跟大家谈这个问题 去年的时候我就想谈这个问题 但是时机啊 我觉得还没到啊 现在时机快到了 那我告诉大家 现在啊 我们这个团队里面呢 有一位啊 是非常了解中共的 是了解中共情报系统的 了解中共统战手段的 他在北京的时候 还接待过台湾的贵宾呢 那现在我只是想 大家要保持合理的怀疑 要说起来的 我跟韩国瑜啊 这个还算是这个校友 他不是到北大去进修过吗 他进修的老师 也曾经是我的老师 他同班的同学 也曾经是我的学长 所以说呢 今后在下一次 我找个适当的时机 跟大家谈一谈这方面的问题 今天就讲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如果大家赞同我的观点 请点个赞 如果大家现在还没有订阅 请您订阅 非常感谢大家 下一次再见 谢谢